防衛會鼓勵建築承辦商引入建築機械人 協助興建公營房屋 不要以為這個機械人體積大 笨手笨腳 其實它好洗好用 集多功能於一身 花時間花體力的長生批檔 順順下下進行打磨 一層又一層的噴漆 這些重複的工序可以由機械人取代 估計可以減散合共一成 原本由人手施工的時間 雖然機械人可以24小時運作 不過施工就要靠操控員 在背後透過應用程式切換工序 設計箱暫時只限室內運作 而作業的高度最高只是去到6米 防衛會自2020年起 在審批新建築合約的標書的時候 加入新規定 起樓的工序要由機械人設備 替代部分技術工人的體力勞動 而應付建築行內人手短缺的問題 房屋處說使用機械人 亦有效減低工業安全事故 大家看到有部機械人的臂伸度很高 以往我們會怎樣操作呢 其實在這麼高的地方 我們一定有一些升降台 操作這些安全的升降台 其實都需要時間的 因為我們要升高再平移去一個工作的地方 去做我們的膽膜批當和朋友的工作 希望透過機械人去做一些重複性高 或者一些在高空工作的地方的工作 就可以直接減少危險 防衛會說承辦商若果採用建築機械人 審批標書的時候會獲加分 增加中標的機會 至於引入機械人 怎樣平衡整個建築項目的成本 就要由承建商自己承擔和計算 防衛會目前有近40個項目 開始或者陸續使用建築機械人 包括正在興建的屯門業旺路供應房屋項目 預計明年年底員工 合共提供大約3,300個單位 防衛會說會與不同的機械人供應商 感密溝通 提供場地作試行和調研開發 並且陸續在新項目使用這些建築機械人 無線電視機械人 Apple 榮熙 報導